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台爱华XP-5 5相对来说6-7在国内是比较少见的 5跟6-7的区别就是5它没有遥控窗 遥控窗取掉了,就是不可以用遥控器 其次就是光纤输出,它取掉了,它没有 再有就是它取掉了电池充电 就是跟这块电池挺像的,爱华的那块千分电池的充电电路取掉了 而6跟7的区别在于哪呢?就是一个充电电路 都是两段的DSL音效,这个音效是非常好,非常过瘾的 也是爱华迄今为止算是次旗舰的一个 当然了跟以前的老爱华比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最新的爱华算是已经是一个旗舰的 它而且它有一个灯板,灯板的话这会有一圈橙色的光 背光,液晶也是有背光的 然后我们来,这台机器就很简单了 就是个两段的DSL,一个音效,一个耳机 对,它没有线控了 6跟7的线控,现在我们来拆解这台机器 567,这几台机器的电容是必须更换的 不更换,没有可以正常工作的 现在,XP7跟6的线控耳机价格是比机器还要贵 因为它带的是V14,那一款是一个钢网的V14 那款的声音是非常棒 速网的如果上在这台机器的话 一下就破音,开一档DSL就破音 而它的光头系统,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盖,我们把它取掉 首先它充电的电池 我们把它取掉以后 我们可以看,它用的是一个5号电池架 这是非常麻烦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麻烦的 其次的光头系统是索尼的 KSS330,333,这些331都是通用的 相对来说,这个版本的话 它有很多,还有好几个版本 有灯板上飞线的 有电容是直插电容的 这是贴片电容的,这属于是后期了 灯板我们直接取掉 这个灯板也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看它的腐蚀的话 主要是在耳机输出 耳机输出这部分,腐蚀的比较厉害 其次,然后我们把光头取下 330 点击坏了 然后我们把 点源板 我们把主板取下 看一下腐蚀的怎么样 这个BA3570耳放芯片 腐蚀的是比较厉害 这头也是 恩键下边也是有腐蚀的 我们可以看到 总体来说,腐蚀的部位是 比较多的 然后把下壳放到一边 我们要 点些纸 然后把电源板放到一边 把光头扣过来 因为我们要清洗板子的时候 首先避免液体建上去 然后我们拿出手机 把电容都照一遍 把腐蚀厉害的位置 也要照一遍 我们可以看 腐蚀的 原件是非常多的 现在我们开始取电容 取电容的话 怎么取都是可以 有排风系统的话 建议还是拿风枪去 像我没有排风系统的话 我只能拿钳子往下凝 当然了,这是凝,不能拔 因为只有凝 它的焊盘才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个是耳机的 有核电容 我们把电容去掉以后 先不要着急上烙铁 我们先拿棉签 沾上吸板水或者污水以纯 我们先来清洁 先来清洁一遍 否则你现在直接上烙铁 这个味道 这个酸爽 特别严重 我们把烟量电位器取下 因为这个盖子 是不能接受 吸板水 如果吸板水涂到盖子上 这个盖子就会融化掉 当然了,酒精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后边为什么会留这么多 一会儿要把这个开关取下来看一下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用烙铁 把我们焊盘上的电容引脚全部去掉 这个过程会比较酸爽 味道会比较大 我把风扇已经打开了 要不味道实在是太呛 我们要沾上松香 我们要沾上松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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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好 这一侧清除完了以后 还是要拿洗白水或者酒精 把多余的松香 和电容的漏液全部清除掉 它这个是 5是有充电的 5是有充电的 6是没有充电 但是6有遥控跟红外线 这个三级管就是充电用的 5是有充电的 5是有充电的 基本上一面的已经清除完了 清除完了以后 我们要清除另外一面 清除另外一面的话 我们最好 我找一下胶带 直接来刷板子 然后再来刷板子 直接刷板子 牙刷的电不是很足了 我们把屏幕遮挡一下 现在我们把耳机接口拆下 因为耳机接口下边肯定是有腐蚀有液体 用 然后再把这个开关取下 这是DSL的音效开关 因为刚才看见这里有很多腐蚀液体 也是有 然后这个开关取下 也是有液体 一会儿这个精震取不取的话 我们拿风枪来看一下 然后把耳放取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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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冠取向 清理一下焊孔 清理一下連推向 清理一下 折落 清理一下 2 2 2 3 4 8 8 9 9 10 然后耳放的焊盘清理一下 拿无水乙醇或者是吸斑水来清洁 切成银河 切成银 切成银河 三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还是要继续的刷板子 нуria个 dry 喷嚷 削板子 少量的刷板子 削板子 用刷板子 不一样继续进去 好,去换个压刷 换个压刷,其实得刷 カット 骨 骨 挤 骨 骨 骨 3分钟 3分钟 4分钟 10分钟 用油 煮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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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吹乾 3 six 2 吹乾 3 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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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笔 8 笔 全hal 8 笔 1 2 3 4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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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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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些开关要全部拆开清理 实在腐蚀的厉害 我们只能拿尖锐的物品来划伤它 其实是不建议的 因为它是有特殊涂层的 当然了 有新开关的话 我们可以来直接更换新的 已经断掉了 一会儿找一个开关的 这是DSL音效的 这是可以去做的 绳子 要含着 这有特殊涩的 是 我 担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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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也是断掉了 两个开关飞掉 然后得照弹片 我把芯片来处理一下 需要用到我们的 这叫什么了 一个研磨棒 直接可以把银角上腐蚀物磨掉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金镇取下来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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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现在翻过来 翻过来,我们吹一下,看看有没有腐蚀液体 这个要去就来 然后我们把灯板推下去 好,现在等着降温 降温以后,我们还是要洗一下板子 灯板我们推了一半,把它彻底推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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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把这个 一个电阻带下来了,把它焊回去 谢谢大家 把这个腐蚀的银角处理一下 现在还是要清洗板子 把腐蚀切成厚 刚拆下来的软件 我们来清理一下 这还算干净 接下来 还是不要着急 拿出手机还是照相 好 有了 然后来寻找黑色的过孔和黑色的走线 拿根针把黑色过孔全部捅开 这儿有一颗电容 这儿有一颗电容 好 目测这些锅孔还是都不错的 只不过是目测而已 需要用万用电表来测量一下 现在我们去用万用电表来测量 我们去用万用电表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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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 大致测了一下 大致测了一下 基本上是问题不大的 然后现在放电容 当然了要是 最好还是全部测量 因为现在也是比较赶 看 两个220 220 3个22 3个22 2个4.7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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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4.7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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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320 220 220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把22全部都安装好 感谢观看 然后安装这个意外违法 安装4.7 下个是22 感谢观看 再来一个4.7 然后把电感装回去 不对 这是精震 这不是电感 精震 没有它的话是不开机的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然后就是两个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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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清理一下焊油 冲箱 这还有一个4.7 旋转把它拉了 这个4.7 要 跟坏 好 1分钟 现在把缺的配件全部安装上 有全新的我们就用全新的 好的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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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门开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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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装 这几个管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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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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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地方由于是有腐蚀 不是特别好焊接 所以松香可以多涂一些 有腐蚀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来上耳放芯片 先把它摆放好位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摆放好位置以后 我们要用脱锡的方式把它焊到板子上 要多松香 多汉西丝 有些意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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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准备了 等一下有个开关 没问题 然后把这两个开关焊接回去 一会儿要找黄片来更换 耳机插孔 有的 好 要 飞 然后灯板的插座 灯板的插座 好 现在我们可以先通电 灯亮电源器 内蒸外附 然后把原装的光头拿出来以后我们安装 安装来测试一下 看看这个光头有没有问题 红的插红的 蓝的插蓝的 白的插白的 整理一下线速 电机没有接到信号 然后我们把光头去掉 直接换一个全新的放一边 换一个全新的 全新的焊点我已经解开了 全新的一般是焊点是没有解开 我们把焊点解开以后 再来测试一下 蓝的插蓝的 白的插白的 红的插红的 调整一下不要把排线窝了 因为这个排线 索尼这款排线容易断 好 我们看 毒盘是没问题了 现在 然后现在就是听一下声音 我现在是拿耳机外放 因为音箱的电源 9伏 它占用了 看一下低频 来找一个小镊子 短接一下 看一下低频 现在是DSL1档 彻底没有是这两个短接 然后这两个短接是一个2档 测试一下选取 测试一下选取 后退 好 目前为止 就已经 彻底修理好了 现在就差 这两个开关 开关的弹片 但是这个弹片 我找了一圈 还是没有 没有的话 只能先把它装机 装好了以后 我已经定了弹片 等来了以后 我们来更换就可以 然后 把以前 光区上的 简震 胶垫 取下 按到这个 新光头上 这个 新光头 建议 排线 这要拿双面 就贴一下 暂时先不贴 等我的开关回来以后 彻底搞定这台机器 再贴它 好 现在是 上了盖的样子 这就是刚才那个灯带 非常漂亮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它的按键 如果要是能发光 那就更漂亮了 好 好